美食 很特別的麵包 因為它並不講究精度 所以吃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它一半像麵包 又有一點點像餅乾一樣酥酥脆脆的 在製作的時候 如果用使用壓麵機 我們會覺得非常的方便 製作起來呢 又漂亮 然後主持又細密 但是如果您沒有壓麵機 当然可以用手来制作咯 下面我们介绍的就是 鸡牛角的这两种做法 并且做好的鸡牛角 要怎么样才能够让它表面 油亮又香喷喷的呢 那就是要加上淋奶油去烘好的程序 现在我们来做鸡牛角 鸡牛角的面团 香喷喷的 它里头的糖蛮多的 还有鸡蛋啊 奶油都蛮多的 所以它是一种热量比较高的面包 当做点心蛮棒的 做好以后我们还会在上面淋上奶油继续烤 所以难怪它那么的香酥可口 鸡牛角的面团我们常看 它叫做短纤维面团 因为它的用的是中筋面粉 然后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揉到 薄膜啊 出筋啊 所以它吃的时候是比较松脆的 并没有很长的纤维 那我们现在把这所有的材料 从牛奶开始 加进盆子里 牛奶 快发酵母 中筋面粉 你用一半的低筋一半的高筋 加在一起就是中筋啦 或者你直接买中筋也一样可以的 好 好 这里是糖跟盐 先搅拌一下 一样 因为它不需要打到什么 扩展啊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机器 好 它的奶油比较多 含水比较少 所以你看现在我已经拌好了 还是感觉干干的 因为金牛角的面团的确不是湿湿的 它是比较结实的 湿起来呢有点点像饼干 不完全像那个柔软的面包 所以它的水分含量并不高 那我先来把这个蛋打进去 让所有的面团能够结合在一起 让所有的面团能够结合在一起 好比较多麦 好 让所有的面团 能够结合了 好大 大致成團裡以後 我們可以用手簡單揉一下 差不多已經混好了以後 我們就加入奶油 這個奶油不必太晚加喔 很多麵包會在很晚的時候才加入奶油 但是金牛角沒有必要 晚加奶油是為了避免奶油妨礙麵團出筋 但金牛角並不需要有很明顯的出筋 所以我們現在把奶油直接加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奶油 我們大概也沒有辦法把這些麵團揉合在一起 慢慢的用我們的手溫所有的奶油就和這些乾燥的材料拌勻成一團了 很快的就已經成團了 成團以後拿到桌上揉比較輕鬆啦 因為在盆子裡揉 總是會比較愛手愛攪一點 我們現在換到桌面上 就像揉一般的麵團 水餃皮啦 或者包子啊等等一樣的 這樣子把它簡單的揉一揉 所以它不需要用到攪拌機喔 很好揉因為它也不會太黏 也不會太乾硬 所以這是個很好揉很簡單的麵團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麵團表面也蠻粗糙的 沒有混得非常勻 我們等一下呢會用壓麵肌來做金牛角 所以呢它表面有點粗糙也沒有關係 如果說你等一下不打算用壓麵肌 直接要用手工來做的話 你現在可以把它再揉得更認真一點 揉到稍微更光滑一點 等一下會比較方便 接著呢我們就可以進行基本發酵 基本發酵也是相同的喔 把它放在一個溫暖的地方 蓋上蓋子 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我們的金牛角啊 麵團已經發酵了一個小時 可是你看沒有什麼膨脹的感覺 通常這種沒有認真揉的麵團 都不太會膨脹 好 那我們現在呢把它取出來 我們要把它做成12個 不過如果用壓麵肌的話呢 一次用個四分之一喔 一次做兩個 然後剩餘的麵團再來做另外幾個 好 這是我們的麵團 然後我們用壓麵肌來壓 如果你的壓麵肌會黏住的話 你可以用一點點手粉 不過應該是不會啦 用這個比較寬的壓麵肌來壓 壓麵肌做的麵包有一個好處 就是非常的細緻 因為壓麵肌會對它施加壓力喔 像這樣 反覆折疊 有時候還會斷裂 因為它根本沒有筋度喔 所以說它現在會斷裂 直到它變光滑為止 現在看起來一點都不光滑 是不是 麵團本身非常的粗脹 好 壓麵肌可以換方向 改變它的感壓方向 好 慢慢的就比較有樣子了 而且慢慢的不容易斷裂了 如果你一次全部的麵團一起來壓的話 會很辛苦 因為中間很容易斷啊 你左右手顧不來 所以如果你多花點時間 一次只做這麼一小份的話 就會發現壓麵肌還蠻好用的 壓麵肌就是要用熟啦 如果你用熟的話真的是很方便 好 我們再來一次用少許熟粉 直到它變得光滑為止 雖然說反覆咬很多次 不過也還蠻好玩的 我們到底要把它做到多大呢 食譜上有告訴我們它的尺寸 這是一個金龍角一片的麵團需要的大小 現在顯然還放不下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繼續再趕壓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進入比較薄一點 到刻度二 刻度二就比刻度一來的薄 折疊以後再用刻度一 反覆用這種方式 適度的用少許的熟粉 可以讓你的麵團比較光滑 現在我們要倒刻度二 現在我們要倒刻度二 然後折疊 再用刻度一 好 它已經夠光滑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看我能不能放得下兩個金龍角 如果不行的話你可能就必須用刻度二 這樣才夠薄 而且也很難說幾號刻度 因為每個人的壓面積或許也不大相同 總而言之呢 這份麵團你能夠做得出兩個的金牛角 還有剩碎碎的麵團 那就是對的喔 還要不要讓這個麵團用力的拉扯 拉扯到後來的後薄就很不均勻了 然後輕鬆的可以滑下來 這樣才是正確的 好 接著呢 我們就要把金牛角給量出來了 各位或許看到 這好像不只是兩個金牛角的分量 這是對的 因為我們剛才的麵團不是分成四等份嗎 所以每一等份其實是三個金牛角的麵團喔 好 我們擀好的那個麵團呢 大約 你可以看出來它的形狀大約是三個金牛角的分量喔 但是我們只能做兩個 所以剩下切下來的那個碎邊 還可以再組合成另外一個 那我們現在呢 先把這個兩個給切下來 另外一邊這個也切下來 這其實這樣做就會做出很整齊的金牛角 雖然是說要稍微麻煩一點 但是比較精確一點 好 我們把多餘的麵片呢 先拿開 等一下再來做別種的方法 教大家做別種方式的金牛角 接著呢 我們要把它捲起來 捲的時候喔 從這裡正中間切開幾公分 切開來 底下那個底座才拉得開 我們才能做成一個金牛角的形狀 所以我們現在 切開以後從兩邊這樣捲 捲開來 像這樣 往上捲 對準中間 好 然後呢 把它排在我們的烤箱上 排的時候喔 大家要注意 這三個尖要朝向同一點 就是這兩個是腳尖嘛 還有這個中心 這尖端也要朝向這一點 所以這個尖端不是在這裡喔 是在這個地方 三個朝同一點 好 我們把它排好 另外這個也是相同的做法 割開然後向兩邊這樣捲 來 像這樣 好 這是第一種方式 我們用第一種方式 先做好六個金牛角 等一下我們再來說第二種方式 我們這裡有六個金牛角 是剛才用壓面機做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你沒有壓面機 該怎麼辦呢 我用剩下的麵團 也是一樣做成六個金牛角 完全用手工喔 我們做的時候呢 先把這個麵團喔 因為剛剛這個麵團 放在空氣中有點乾掉了 我們先把這個麵團捏好 然後搓成一個胡蘿蔔的形狀 所有胡蘿蔔的形狀 大家知道齁 一頭比較胖一點 好 那麼另外一頭呢 就比較尖一點 先搓成這樣的形狀 然後擺好 因為現在的麵團已經有點乾了喔 所以比較不好做 如果一開始的金牛角 它是一種黏黏的 有點黏的麵團的狀態 會比較容易脂作一點 好 搓成胡蘿蔔的形狀 這個比較好比較煎 待會兒我們再來搓其他幾個 好 好 好